我是沈谢源 我是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常务理事 那么最近呢就是一段时间 有很多的安全的问题 就是现在这个安全问题非常严峻 越来越严重了 不久之前呢超市的那位卫姓的老板 被人给枪杀了 那么前一阵子又在那个 那个第一广场不是 这个世纪广场那边 有一位老板又让人家给绑架了 那么这个不单是会 就是这个过世的人或者让人绑架的人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所有的 在加拿大生活的人的身上 我们一定要引起政府的重视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我们欢迎移民 也希望能够帮助难民 但是我们必须要呼吁政府 他们必须要screen 就是说进来的人 他们要严格的检查 因为现在发现有很多犯罪分子 都混在这个移民和难民的里面 就混到了加拿大里面 到过来 然后造成了我们这边加拿大人的 居民和那个的人生安全 生命财产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这是我们社团应该大家联合起来 要把我们的声音传到国会里面去 传到省政府里面去 这个治安是有关国泰民安 是有关所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的问题 人人有责 人人有责